今天早上來到 會團鄉全國中小學 將在二月二十五號開學 郭佑部馬來法公文 向國庭政府和國中 國中小學校 提親開學 訪業的作業流程 以及在二十三號 禮拜日 就要來完成 全中法官的 航空消毒作業 新隔壁的消毒車 上市在航空裡面 每一個角落 噴消毒油水 就因為武漢危險以前 都沒有合法下來 加上後禮拜日 就要開學了 學校要趕緊在開學前 做一個專門性的消毒工作 因為我們二月二十五號 下禮拜二就開學了 那因為怕開學之後 會有比較 會有一些群聚感染的情形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針對校內的情形 會先做一個 全面性的消毒 那全面性的消毒之後 那希望說學生開學的時候 我們能夠提供一個 安全的一個環境 讓學生能夠快快的熱 平平安安的到學校來上課 中法環保局之一次 合照各鄉頂市的情結局 轉開專面性的航空消毒 占對客人容易接受到的 所在和東西 來噴消毒油水 我們昨天已經拜託個26個鄉鎮公所的清潔隊 然後協助來校園裡面噴藥 然後是針對學校裡面學生會接觸到的 比如說一樓的這些廁所洗手台 然後還有一些運動器材 然後小朋友會摸到的這些公共區域來做消毒 法環保局公共 總管國航空噴藥消毒作業 以及在23號禮拜日之前在完成 也有朋友說 你在航空運動的時候 也要注意個人衛生 到中華新聞中謝忍 回答彩虹報道